茶杯犬 喝血的喂养,不吃人食,以狗粮为主,定期打扫他们的狗舍,且每年定期驱虫,接种疫苗的狗狗更加产生,在狗狗七岁之后就入入了老年期,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体检,会有助于了解狗狗的身体状况,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体形态,所以他们非常的脆弱,就需要主人在平时一定要加倍的呵护,玩耍中要注意轻重, 注意这些喂养的小细节,就能让狗狗健康长寿